老师好,同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铲出这个月球绕地球转的这个公转轨道 所以又来了,地球呢,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月球公转轨道的某一个这个焦点 这应该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把C显示出来,在这里 C呢,出来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再做一个D好了 所以你看,下面按输入,写大写D,等于大写C,加上 这个要你去调一下,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我调成向右这个,如果向右1,不知道会不会太多 向右1,豆点0,这样就产生一个D 那这个D呢,就是C点加10,在这里 这两个点是这个,怎么讲 呃,这两个点,是一个焦点,它的焦点轨道 然后我再来,再来,再来,1,大写1 大写1,等于这个C,加上 那这个时候,因为椭圆嘛,椭圆的0.6好了 D,错,应该是0,0.6 0,D,0.6,Enter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1,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产制出一个椭圆,在这里 椭圆的地方按一下 椭圆它说什么,先指定焦点,再指定椭圆上的一个点 所以先指定C,再指定D 然后呢,再指定E 好,这样就产制出一个椭圆 好,所以这个椭圆E按右键,我们不要显示标签了 这样OK吗?好,那个D也藏起来了 好,那现在呢,C也可以去藏起来了 所以我们往上找这个C在这里,也去把它藏起来 好,那当然啦,这里按一下这个移动 把它又有一个椭圆 好,这个E也把它,这个也把它藏住 等一下,这个椭圆藏起来 D藏起来,然后E不要显示标签 然后E点也藏起来 然后C点要藏起来 OK,就是还是尽量达到它的美观 好,目前是这样 好,目前是这样 好,这样子是不是等一下 等一下这个什么 就会在上面跑 对,就会在上面跑 OK,好,那现在呢,我又来了 现在又来了 我呢,要做什么呢? 要做这个 一个,像刚我6.50 是不是有做一个点 它是在S轴上 所以一样哦,我也是要做一个 和这个,应该讲什么 和这个,在地球向右 做一个水平线 好,那这样子好了啦 我C还是打开开 打开开,我要水平线 对不对 水平这个线 所以在这里 这里 平行线 好,平行线 好,它说什么 先选点C 再选S轴 好,这样子就产出一个平行线 那等一下我再藏起来 那平行线出来了呢 我在平行线外 又来咯,又来咯 要产自一个点 好,这个点 等一下我还是要藏起来 OK,好 这个新点 按一下 在外面呢 这个平行线 产出一个点 它叫做F 好,那不管了 反正它就是F 等一下我藏起来 又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要开始转 转什么 刚刚我地球绕太阳 转是转α 可是月球要比较快 它要转12倍的α 因为12比1嘛 我跟你说 好,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好,再来 这里 画指定角 好,先选F 再选这个C 然后呢 这里是12倍的12 OK 12乘α 把它消掉 12 好,度不要 好,乘 要打一个米 按Shift 加8 α呢 就要把键盘找出来 好,这边点一下 12乘α 好,确定 好,确定了之后 来,我们按一下 移动汇图区 把它稍微拉一下 有没有 12α 所以在这里 这样可以吗 好,12α 不是12度哦 我刚这里 仿佛是不是我打错了 好,12α 我们再一次好不好 它的设定 好,设定这个γ呢 γ是 你看他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 我说是版本 你看我一旦弄错 它无法改 好,一旦弄错无法改 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回来一次好了 我们这个产 最后出来的这个γ 不要 那这个F'也不要 那不然我们就按右键把它删除 按右键把它这个 右键把它删除 已经删除了 我要把F'删除就没了 我们再一次哦 再一次 好,这个画指定角 好,先选F 再选C 再选C 好,那这个呢 好,要把它删掉 诶,它是不是不用打成 那你自己要试试看 我刚刚是不是有打的度 好,12倍的α OK,好,按确定 这样,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12倍 诶,它是不是12度 我觉得它像有个问题 你看哦 好,我这里如果转 有没有 OK,好 等于说这个是12 诶,可它只是24诶 这样有点奇怪 对不对,有点奇怪 反正是它的12 嗯,12倍 好,12倍 好比说我把这里 故意选1看看好了 好,这里选1 呃,4呢 诶,没错,没错,没错 这样没错,你看 4乘12就是48 好,但可能因为 同界角的关系啦 好,那不管 好,我还是调回来 好,目前是这样没有错 好,目前这样没有错 好,然后呢 我要找这个 又来了,找线段 好,把这两点连起来 找线段 然后呢,线段的焦点 好,这里 好,这里线段焦点 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个焦点上 要产出一个 叫月亮的东西 好,等一下 我们现在该藏的 先藏一下 好,免得 等一下会越来越复杂 把F'藏起来 角度藏起来 这个C呢 其实已经也可以藏起来了 好不好 好,C也可以藏起来 诶,在哪里 好,C也藏起来 然后这个线 好,水平的线位已经不一样 因为我刚刚已经做好了 好,这个线位藏起来 OK,然后F也藏起来 好,然后 再来这个线段也藏起来 好,其实我就是要G 好,那我们再继续放大 滚能放大 它的好处是可以一直放大 但小心要存档 好,免得它会档掉 所以又来了 好,又来 这边要再造一个 这个月亮 好,不过我先把 这个影片 我先把荧幕还给同学 再见